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25号 正在地中海上空空域进行训练的三架 俄罗斯图22M3远程战略轰炸机 降落在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据介绍这是该型号轰炸机 首次降落在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赫梅米姆空军基地 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二条跑道的升级改造工作 该空军基地现在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 飞机起降和维护 感谢观看